范冰冰弟弟鲁MV结果只出现了一秒,看来占C位的小鲜肉大有来头啊! 一想到偶像练习生明天就要开播了,学美就已遮住体内的洪框之力。 听说,节目中有一百位阳光帅气的小哥哥等着我们选择哦,怎么办好紧张。 昨天,偶像练习生发布了主题曲AYAY的MV。 身为一个人控,学美能怎么办?当然是第一时间跑去维国了。 认真地听完全民制作人代表张一星的发言,并顺手截了几张帅招之后,一百位小哥哥终于登台了。 主题曲AYAYAY旋律轻快,歌词朗朗上口,搭配一百位小哥哥热情洋溢的舞蹈,网友都表示很满意。 EMMM,学美也就看了个十来遍而已。 这一百位练习生学美了解的并不多,比较关注的是范冰冰的弟弟范成成。 像当初范成成从韩国培训回来,从领家小哥哥变得欣慰十足,让人不得不佩服泡菜国的包装能力。 后来范成成录视频展示才艺,来了段钢琴秀和英文rap,更是给网友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。 有颜值有才艺的小哥哥谁不喜欢? 按照一般的节目套路,为了吸引眼球范成成在MV中的镜头肯定不会少。 然而,看完一遍之后学妹发现自己太天真了,全程没看到范成成是怎么回事。 N,一定是学妹看得不够眼真。 瞪大眼睛重新看了一遍,终于找到了饿力范成成一闪而过的特写镜头。 从3分15秒到3分11秒,只有短短一秒钟。 一只MV下来,镜头最多的小哥哥是站在C位,中心位置,的蔡徐坤。 MV中第一个特写镜头是她。 拉个远景回来给的特写还是她。 最后的Ending pose,蔡徐坤更是一个人占据了最高位,成为全场的焦点所在。 要知道这只主题曲MV时长也就4分47秒,除去开场和结尾,留给100位练习生唱跳的时间只有4分钟。 学妹掐指一算,蔡徐坤小哥哥一个人就占据了接近四分之一的时间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个被受瞩目的C位小哥哥究竟有啥能力,能够PK掉其他99位选手,成为MV的主角呢? 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,原来蔡徐坤也是大友来头。 1998年出生的蔡徐坤,虽然没有一个像范冰冰一样红遍大江南北的姐姐,但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,就被选为TFBOYS的被选练习生之一。 没错,就是现在很火炎烟疫的那个TFBOYS。 但是因为当时蔡徐坤年纪太小,父母希望她以学业为重,所以她最终选择了出国留学。 直到2012年,蔡徐坤开启了自己的娱乐生涯。 她上的第一个节目是湖南卫视的向上巴。 少年,当时她成功进入了全国前200强。 后来蔡徐坤接过电视剧,也演过电影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选秀道路。 2015年,蔡徐坤参加星动亚洲成为全国15强,随后前往韩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封闭训练。 2016年,新动亚洲前15强选手在第二季继续PK。 蔡徐坤最终成为前三强。 因为在第二季中进步惊人,蔡徐坤被鸡中国等导师夸道实力强,到其他选手已经追不上她的步伐了,甚至被韩国顶级制作人金亨希称为第二个拳指龙,Vigo。 后来,蔡徐坤与其他九位选手共同组成男子组合SWIN,并担任音乐校分队SWIN,S中的高音RAP。 从经历来看,蔡徐坤是个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往上趴的选手。 如今参加偶像练习生,想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展示自己,希望自己能在演绎道路走得更远的吧。 当然,除了CV的蔡徐坤其他的小哥哥也各有亮点。 像produce101出身的朱正妍和Justin,都是网友疯狂打call的对象。 偷偷告诉学妹,你们看上哪位小哥哥了。 恢复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V的初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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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